好的 各位同學大家好 這部影片將會講到這個單元中的三種小掌模型 以及島嶼生態學的概念 好 那首先三種小掌模型先跟大家說明 其實只有一個版本的普森有題 然後他講的很爛 所以我這邊的話是用生態學課本來幫大家補充 讓大家更可以理解發生什麼事情 但其實整體來講在考古題其實是沒有出現過的 但他確定是那個叫做普森課本曾經有講過的 好 這三種小掌模型我們先來看第一個叫做促進模型 促進模型其實就是一般我們所熟悉的小掌的概念 也就是說你會有先驅的物種住進來 然後造成環境變化 那環境變化之後變成說對你反而沒有那麼適合 反而更適合後來的物種 所以前面的這個物種就因此逐漸的數量就會減少 然後找新的物種就會消失而被取代 那這個同時來講這不太符合我們正常課本上講到的內容 說他其實通常還在 但請同意注意確實通常還在 如果他說早新進來的物種可能會被消失而取代 那某種程度也是可以的 不過我覺得是彈性答案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概念 你看這一張圖 比如說我們A假設是第一 第一改造的環境就促進B的產生 那B講是什麼?草本植物 草本植物的消失又促進了森林的產生 就是他對土壤、顏層、顏質的改變造成了森林的產生 就這樣一路往下看 這個就是所謂的一般的促進型的消長 促進型的模式消長 好那你看我上面有寫多數普生說的就是這個 其實不是多數啊 根本是九成以上 好再來異質模型 異質模型非常有意思 它是說你今天這個物種呢 來它在任何一個地區成年後生存的物種 它都可以在掩替的早期階段 遷入該地區 好跟下面那個狀況是一樣 等一下會有一個模型叫做耐壽模型 再強調一次 我們一開始原本的最開頭的促進模型 都告訴你說 我今天開頭就只有某些生物前進來 但是異質模型跟耐壽模型說 不對不對不對 很多時候在初級消長的 在那個消長的早期 全部 也不能講全部啦 很多後來才出現的生物 早就已經都進來了 好 早就已經都進來了 只是說呢 如果你是異質模型的話呢 是說 欸 後面那些生物為什麼沒辦法快速生長 因為找到的異質它 干擾它 不讓它生長 畢竟它們彼此之間還是有某種程度 是競爭的狀況 你看不同的植物間 當然競爭啊 競爭啊 競爭光競爭水競爭無機岩 所以才出現這個所謂的異質模式 好所以你看一下喔 來 異質模式呢 它是假設怎樣 環境的掩聽物種 在一個地區能占據主導地位 僅僅是因為它們壽命長 並且能夠抵抗物理跟化學生物因素的破壞 也就是說 誰等得久 就環境就是誰等的啦 之前可能早期譬如說 它就 假設像這樣好了 譬如說像第一 跟草本植物 在它那個環境當下的同時 也可能有木本植物灌木蟲的存在 只是數量可能一開始很少 但它們確實有 只是說 隨著時間過去呢 因為草本植物你知道嘛 它生命週期很短 第一也是一樣 一直要不斷地從那個小植物再長起 小植物再長起 所以慢慢慢慢的就變成說 它開始處於弱勢了 因為木本植物一長就是十年百年千年 你那個草本植物已經過了一百個世代 結果呢 每一年都重來重新生長 因此那個木本植物後來就因此大獲全勝 這個叫做抑制模型 而且請注意喔 來再強調一次喔 B跟C在我剛剛的那個地方的說法 基本上都是一樣的喔 那抑制模型要注意 後來的會抑制前面的 你可以這麼想啦 比如說森林啊 橋木啊 長得越來越高大之後啦 應該要強調森林啦 它是不是可以遮住第一啊 還有那個草本植物的光線的來源 對 這個就是所謂的抑制模型 讓別人拿不到那麼多的東西 讓別人活得比較辛苦一些 好 那再來什麼叫做耐獸模型 耐獸模型的話呢 也是跟剛剛括號B 叫做抑制模型是一樣的 各種後來不同消長時期的生物 其實很早期可能就進來 只是說呢 如果是在剛剛的抑制模型的話 就是欸我只要撐得夠久 長得夠好 我開始呢 成為主導的地位 就可以抑制 比較消長早期的生物們 好那如果是耐獸模型呢 耐獸模型就是說齁 來 雖然 早先出現的生物 不會促進後來的生物 後來的生物其實也不會抑制前面的生物 OK 所以它的重點在於說 我們其實並沒有一個很強烈的促進 或者是抑制的關係 那這些後來的生物呢 在這個環境下慢慢成為優勢的物種 則是因為它能夠容忍後來環境的條件 好 而且容忍後來環境條件 它可以活得夠久之後 請問你會不會被替換掉 原則上請注意喔 如果沒有新的物種 而且是耐獸最後那個環境的物種 可以進來的時候 那麼 你現在就已經可以達到算巔峰群跡了 好 所以我們看一下這張圖 第一個是 那個叫做促進模型 第二個叫做抑制模型 第三個圖呢 叫做耐獸模型 不過圖畫的跟文字 其實如果按照原本那一本普生教科書 大家應該是不太看得懂的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搞島嶼生態學 因為島嶼生態學 它這邊講了很多 跟你說啊 今天喔 一個島嶼上面的物種豐富度 要怎麼決定 其實原則上是有兩個條件 島嶼的面積一件事 與大陸的距離一件事 好 這兩件事情綜合起來呢 才能夠確定這個島嶼上面 到底生物的數量是多還是少 我講的是物種 好 所以同意請看喔 我的A跟B這邊都有寫相關的內容 還有C 才是我們要的重點 這麼說好了 B跟A跟B 在解釋裡頭 欸 島嶼面積是怎樣 然後跟大陸的距離是怎樣 但是最重要的是 我們要決定一個東西 叫做 到底豐富度會落在哪個平衡點上 好那同意下面可以看到這幾張圖 來同意這幾張圖 其實CAMBO已經刪掉一陣子了 好 所以我們利用這幾張圖 來解釋上面的A B C這三點 只要看完圖 大家應該就了解了 好 先看第一張圖 這科學家定義一下欸 他們說啊 今天你到底會生物的種類數落在哪一個點 它其實是一個平衡之後的結果 好 這麼說好了 第一個 滅絕率 好同意隨著生物物種的數量的增加 物種在哪裡 在橫軸 就造成滅絕的數量越來越高 因為大家知道會有所謂的競爭的關係 好 可是相對的另外一件事情是 簽入率 隨著你今天整體的物種數越來越高 你簽入的數率就會越來越小 同意不要忘記啊 我簽入一個新環境之後 我要長生長曲線 那如果呢 環境呢 別人都已經站走了 比如說我們剛簽進去 人單是寶 別人是人多是重 所以人多是重的 就打我全勝 你要贏過他們 在這個競爭上 確實是蠻困難的 好 所以 簽入的機率呢 會隨著族群的種類數 不是族群的種類數 來 島嶼的種類數 越多 我簽入的情況就越困難 一旦最後我們達到 簽入跟滅絕的數率平衡的時候 就是指色這條線 那就是平衡的數字 好 所以同學我們不用再額外畫圖囉 請好好看這兩張圖喔 好 再聽我解釋一下 你知道為什麼我要再重新講給你聽一次嗎 因為我覺得 他在原文書的課本上面 如果一次整個講完真的眼花撩亂 好 那我們一步一步來喔 請同學這邊先考慮一下 我們考慮到島嶼的大小 好 那請問同學 我們現在就假裝這個島嶼跟陸地是一樣近的 你現在腦袋中設想一下 今天假設有一個島嶼呢 它可能跟譬如說蘭嶼一樣大 另外一個島嶼呢 則是跟台灣本島一樣大 請問哪一個對生物來講 簽入的標的比較容易發現 當然是比較大的島嶼 簽入的標的是比較容易發現的 所以同學可以看到 不管在物種數量多少的情況之下 你有沒有看到 簽入的比例永遠都是怎樣 大的比小的來的大 有沒有看到 大的島嶼是標的不明顯 容易潛入 小的島嶼不容易潛入 因為標的不明顯 好 接下來我們要看另外一件事情 因為光靠這兩種大小島嶼比較的 簽入率還不夠 還要比較滅絕疏率 好 同學聽好了喔 誰的滅絕疏率比較大呢 請看這兩條線 這個是小島嶼的 好 這是大島嶼的 好 同學請看 為什麼小島嶼滅絕疏率比較高 不要忘記 一個生物要能夠好好的存活 要有資源空間 跟考慮到天敵 你如果物種的數目越多呢 那以這個島嶼相對來講 每種物種可能要分到的資源就比較少 因此就容易被淘汰掉 好 所以它才會變成小島嶼的滅絕疏率相對比較高 好 接下來我們就綜合兩條線了 請把那個小島嶼全部都選起來 好 答案就在這裡 這就是小島嶼的物種的總類數 另外一個呢 把兩條大島嶼的線合起來 好 這個就是大島嶼上面的物種的總類數的計算 OK齁 所以請拆項來理解 對各位會比較好 好 再來看到第三張圖 同學第三張圖要探討的是 今天跟島嶼的距離 好 所以現在請你想像 兩個島嶼跟大陸的距離一模一樣 只是大跟小 好 同學我們先解決第一件事情 請問 來 不是大跟小 講錯 今天應該說這兩個島嶼的面積一模一樣 這兩個島嶼的面積一模一樣 只是跟大陸的關係是近還是遠 是近還是遠 好 同學請問你 靠近大陸的比較容易遷入 還是遠離大陸的 當然是靠近大陸的比較容易遷入 好 所以靠近大陸比較容易遷入 大家可以看到 哎呦 你看 同樣的物種數之下 這條紅色的線你看比較高 用藍色的才對啦 這藍色的線段有沒有看到比較高 然後如果你是離大陸比較遠的島嶼呢 遷入的機率就比較小 你要想想看為什麼 因為你想想看 有些生物呢 它並不容易適應海上的生活 舉例而言 像哺乳類 像兩森類 我們就很難適應那個鹹水的狀況 所以你要能夠千里條條到一個大陸上 真的有點困難 那如果大陸還算近 可能你撐一撐也就到了 所以你要看到 近的島嶼遷入率高 遠的島嶼遷入率比較小 好 再來看滅絕 遠的島嶼呢 滅絕速率比較高 近的島嶼滅絕速率比較低 好 同意可以這麼想啦 因為遠的島嶼 你當初假設遷入十個個體 你的基因庫就有這十個個體決定 好 遠的島嶼 然後近的島嶼呢 可能可以遷入到一百個個體 那他的新的基因庫呢 就有這100個個體決定 那請問你覺得哪一個多張性比較高 哪一個不容易滅絕 當然是近的島嶼 還沒有完喔 同意今天假設呢 我島嶼都已經建立好一定的族群 遠的島嶼當初因為只有十個牽過去 所以他基因庫相對來講 Alios的種類比較少 如果是怎樣 近的島嶼呢 則是整個的那個 他的基因多張性會比較高 那我們再思考一件事喔 同意知道基因多張性低 容易被環境淘汰 好 所以狀況是 那我今天可不可能有新個體在前入 有可能 有可能 但是如果你是遠的島嶼 你想想看 容易過去嗎 不容易耶 不容易耶 所以就不容易彌補那個生物多張性 基因多張性的下降 好 那如果是近的島嶼呢 你看 則是相當的容易齁 好 比較容易就可以彌補那個基因庫下降的情況 好 接下來請把線組起來 首先先把遠的島嶼 好 這兩條線組起來之後 這個就是遠的島嶼 他的生物的物種數 那這個呢 另外一個點 這邊則是近的島嶼 好 這就是近的島嶼的 他的生物上面的物種數 會比較多一些些 去強調了 嵌入率高 滅絕率小 這個都是靠近大陸島嶼的一個非常重要的 那個影響因子 好 再來 下一個 這是台灣的大陸島嶼 是屬於所謂的大陸島嶼 那如果夏威夷群島 還有加拉巴克群島 還有日本的小利元群島 則偏向海洋島嶼 那我們只要讀正常的重點就好了 A不用看 好 請看B 台灣島嶼形成之初的生物從哪裡來呢 因為靠近大陸還蠻近的 所以應該是從大陸逐漸移過來 好 而且尤其在冰河時期 因為冰河時期的時候 全球的海面是下降的 好 那這些生物呢 如果萬一經過冰河時期結束 那他們回不回得去呢 答案回不去了 好 這種生物叫做結夷生物 像台灣山椒魚 櫻花巩龜就生活在高海拔 比較寒冷的環境 因為冰河時期退卻 那些植物呢 逐漸的就消失了 好 再來看到生物證據 這請大家閱讀 知道這些東西就好了 好 再看下一個東西 海洋島嶼 夏威夷群島 好 那從夏威群島呢也是一樣 它雖然是 就是它現在是火山噴發 逐漸形成的一個大到小的島嶼 但是因為跟美國的那個本土相距比較遠 所以你就不要妄想說 啊 生物可以從那邊遷移過來了 這樣子 好 所以我們來看這邊的生物呢 它怎麼遷移呢 通常要想辦法 尤其是動物的部分 你看 負在種子或動物呢 可以負在鳥的羽毛或消化道傳播 當然是種子為主啦 好 但是也有可以靠著風力跟海力的狀況 OK 好 那再來看框框B 這種很遠很遠的海洋島嶼 你要親自游過去 看到它游過去 不太可能 通常請注意喔 鳥類 爬蟲類 昆蟲 比較容易過去 因為他們可能相對來講 比較沒有水的情況 不如類跟花怎麼辦 要靠別的生物去引進的 好 再看到下面C這個地方 那因為個體呢 它本身 它會日益的壯大 那就開始向外傳播 所以會造成說 我今天這邊可能是一個群島 我本來遷移到一個島嶼上 活的還算可以 結果後來發現怎樣 競爭壓力越來越大 因為是種類競爭壓力很大 就是再遷移到新的島嶼去 採集那邊的食物來源 跟利用那邊的空間 OK 所以才導致於說 它逐漸產生輻射演化的狀況 好 那我們這個單元的這個錄影 就講到這邊